大家看这个一只蝴蝶 一说一说 说起蝴蝶的话 想起来了 这个有一首歌叫做两只蝴蝶 谁唱的呢 大家想起来没有 啊 旁龙 是不是啊 亲爱的 你慢慢的飞 这个歌呢是很好听的 但是我不能唱了 我也唱可能把大家吓着了啊 那么我们人体那边呢 有两个器官 它的外观形状啊 也形状啊 也像什么蝴蝶 形状也像蝴蝶啊 哪两个器官呢 大家可以想出来了 第一个 颈部的 什么呀 甲状线 第二个 哪个地方呢 胸腔内的 肺 啊 双侧的肺 它的外观形态像什么蝴蝶 那我们现在就说 与甲状线有关的内容 甲状线及甲状旁线 它的考树大纲里面呢 呃 这一部分呢 考点是比较多的 其中呢 有三个是重要的考点 呃 考试内容啊 单纯性甲状线种 是所有专专业都要考的 甲状 它的外科治疗 是所有专业要考的 这个甲状线矮 甲状线线流 所有专业都要考的 那么这个呢 也是理念考试出题的重点 也是我们复习的重点 复习 重点 甲状线的解剖 那么甲状线呢 它位于我们颈部 由左右两页 看到没有 这是左右两页 中间是个瑕膊 这个地方 这一块是瑕膊 两页 位于第二三气管软骨环之间 那么甲状线有两寸膜啊 呃 内侧的是固有膜 内侧是紧贴 内侧固有膜 外侧是外科背膜 这个这个两寸膜之间呢 两寸膜 这两寸膜之间呢 里面有接力组织 有后反神经 有甲状膛线 还有 这两寸膜这个间隙呢 记得我们做甲状线的切除 是吧 游离甲状线是 就在这两寸膜的中间来游离的啊 外科医生就在中间来游离的啊 这个大家要弄清楚的 另外 记得四个甲状线 甲状膛线 四个是甲状膛线 甲状线是两侧叶加一个侠部 实际上是三部分 而甲状膛线呢 是四个啊 是四个 那么甲状线的血供呢 是非常丰富的啊 它有两对动脉 三对筋脉 两对动脉 你看看这个地方 甲状线的上动脉 看这个地方 这是甲状线的上动脉 半性的是上筋脉 然后呢 甲状线的下动脉 和它紧挨在一起 是甲状线的不是下筋脉 是中筋脉 记得啊 是中筋脉 而甲状线的下筋脉在什么呢 在甲状线的下级 在这个位置啊 下位置啊 下级靠下的位置啊 所以两侧对称啊 分别叫做甲状线的上动脉 下动脉 上筋脉 中筋脉 下筋脉 因为甲状线呢 它的这个血供非常丰富 所以说我们做甲状线的手术 比如说甲状线 为甲状线癌的病人 做甲状线手术 那么熟前准备 要求的就比较严格了 啊 也会比较严格了 必须得 使甲状线的线体缩小贬硬 它的血供减少了 然后才能做这个手术 不然的话 手术中啊 它会出血很多 影响我们的手术 是不是影响我们手术 啊 病化症也要多一些 这就是 它这个特征啊 那么甲状线的神经呢 呃 有两对神经比较重要 均取自于弥走神经 在前面说过了啊 他们都取自于什么呀 弥走神经 看这个地方 侯尚神经呢 这是弥走神经的主干啊 这个地方是弥走神经的主干 那么 在他这个甲状线上方的时候 上级的时候啊 他发出一个分支 分向甲状线了 和咽喉部 这个呢 属于什么呢 属于甲状线的上 这个 就是 呃 喉上神经啊 叫做喉上神经 喉上线分成两支 看到没有 内 这个是 这个是内支啊 这个呢 是外支 内支呢 支配喉黏膜的 那么 如果我们在手术中呢 因为他紧贴的甲状线 很容易触碰到 枪啊到 或者是前加 或者是切断 不管什么样的损伤 他都会出现呢 内支损伤 会出现 饮水 枪壳 这个是重点 呃 饮水 枪壳 那么外支是运动支 支配什么呢 支配这个 反啊 还加基上分布的 还加基上的 那么他要受损的话 引起的是 声调降低 就是音调降低 啊 音调降低 这是侯上神经 再说一遍 内支损伤 饮水枪壳 都是喝水啊 相当于这个水 可能进到气管里面 枪壳 壳壳壳啊 那么如果是外支损伤 引起的音调降低 啊 音调降低 侯上神经 侯反神经呢 也有一对啊 两侧 看到吗 这是弥走神经的主干 往下来 然后到了下级 遮反反回来 啊 这下级遮反回来 啊 进入到了什么呀 这个 进入到甲状腺啊 和咽喉部 那么 如果是一侧受损的话 因为他也是进行靠到甲状腺 进行挨着甲状腺的下级的 一侧受损 引起声音嘶哑 声音嘶哑 那么两侧同时损伤的话 可以出现的呼吸困难 甚至窒息 啊 呼吸困难和窒息 那我们做甲状腺手术中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要避免损伤这两只神经 那怎么来避免呢 现在很多医生都做这个手术中啊 就是说 尽量做橘马 让病人保持清醒状态 我们在处理到甲状腺上级时 一边处理 一边给病人说话 下级时也是这样 这样的话呢 可以根据病人的声音 声调来盘谈 你这个手术中啊 是否触碰到 或者损伤到他的神经了啊 这种比较简单的盘谈方法 啊 他这个简直播的小节 两对动脉啊 上动脉下动脉 三对进脉 上中下回流入紧内进脉啊 下面呢是回流入脱臂进脉 叫无名进脉啊 那么两对神经呢 是侯上神经 侯反神经 再强调复习一遍 侯上神经 内之损伤是饮水枪壳 外之损伤是阴尿降低 那么侯反神经呢 一侧损伤呢 是身阴四雅 两侧神经呢 呼吸困难和窒息啊 呼吸困难和窒息 这是 考试中的重点 甲状腺的生理 然后甲状腺呢 他就主要的功能就是 合成储存和分泌甲状腺激素 那么甲状腺激素有两种形态 三点甲状腺圆安三和四点甲状腺圆安三 其中呢 90%为T4%为T3 但是T3虽然它的量很少 但是它的作用啊 确实比T4的高了四到五倍 啊 高了四到五倍 虽然量少 但是作用不可小 不可小看啊 作用不可小看 那么甲状腺素有什么作用呢 它主要是加快细胞的一样的理由 加速三大物质的分解 记住号是分解不是合成啊 三大物质分解 这个糖、蛋白质、脂肪 三大物质分解不是合成 那么分解的目的 所谓具体的新成代谢 提供能源物质三点甲状腺肝 来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 影响 尤其是影响大脑和肠骨的生长发育 记住号大脑和肠骨的生长发育 那么它这个分泌的调节 说大脑皮质下 臭脑垂体 线垂体系统的控制号调节啊 尤其是哪个 初甲状腺基素啊 TSI区的啊 甲状腹蟹 那甲状腹蟹呢 主要是分泌甲状腹蟹基素 它的作用就是什么 一句话 高钙低磷 那身高血钙降低血磷 啊 身高血钙降低血磷 同时呢 能够医治生小管的磷的 从吸出死尿磷增加 而接抗甲状腹蟹基素的 是什么素呢 是降改素啊 降改素 因为甲状腹蟹呢 甲状腹蟹基素啊 它是升高血钙的 但是它这个人体的血钙 它不可能因为升高啊 真的有个东西来制约它 来制衡它了 是什么呀 降改素来制衡它 啊 降改素 那么降改素呢 它是由甲状腺 它是像氯泡旁细胞细胞分泌的啊 氯泡旁细胞分泌的啊 氯泡旁细胞分泌的啊 这个 甲状腹蟹基素和降改素的分泌条件呢 不是受垂体 而于什么呀 血钙的离子浓度存在着反馈关系啊 与血钙 就是 血钙 存在着一个什么呀 反馈作用 这血钙过低 它刺激甲状腹线基素分泌过多 来升高血钙啊 升高血钙 医治降改素的合成啊 相反的话 那么它说 释放的要减少啊 所以说它是通过血钙离子来调节的啊 单纯性甲状腺种 这个是所有专业都要考的啊 单纯性甲状腺种呢 又叫地方性 国区叫做地方性甲状腺种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主要是发生在什么呀 这个缺点的地区 属于地方性甲状腺种啊 这个病呢 在过去 我们国家在解放前哈 是这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呃 解放之后呢 新中国成立了以后 政府对于这个防治地方性疾病呢 这个非常重视 所以说我们现在呃 单纯性甲状腺种的发病率 已经很低很低了啊 很低很低了 为什么呀 大家都懂的 你现在每个家庭 都在吃什么呀 加点实验 你不吃也得吃 是不是啊 因为实面上卖的都是加点实验啊 所以说因为这个 单纯因为缺点而引起的 单纯性甲状腺种 现在肌肤实面很少很少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它的病因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点缺法啊 点缺法 比如说饮水啊 食物啊 或者是你这个环境中啊 它缺点 所以叫地方性甲状腺种 那么第二个呢 甲状腺肌素 甲状腺素的需要量增加 比如说青春花雨期啊 或者是妊娠啊 决金或者妇女啊 等等 第三个呢 是甲状腺素的合成分泌障碍 你比如说 呃 九十 什么九十啊 都是经常吃 长期的吃 萝卜白菜 哎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那有人他都喜欢吃啊 尤其是冬天呢 冬天呢 是不是啊 冬天 蔬菜断季啊 哎 但是呢 你还不能 你不能吃的太多了啊 经常要搁三擦五的 要换换其他的蔬菜 是不是啊 经常吃这个的话 它要影响什么呀 甲状腺素的合成啊 哎 它与这个单纯甲状腺有一定的关系啊 有一定的关系啊 我们看这个病人 它就是一个甲状腺 看来 单纯甲状腺 哦 也叫做大脖子病 国区叫做大脖子 这个脖子非常粗 这个甲状腺呢 这个甲状腺呢 它这个肿大大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这个 这个肿大 这个下肢比较小的 大了 可以大到几十斤重的 那国区在检方前啊 那有些病人 因为太重了 他的脖子什么呀 承受不了这个甲状腺肿大 是不是啊 一个大的肉球 大肉流 怎么办呢 他都是属脱着 不然的话 他的脖子什么呀 承受不了 脖子就弯下去了 甚至弹掉了 怎么办呢 属脱着 这样说话 这样说了 国去是有这种情况 现在几乎没有了 现在几乎没有了 那怎么来治疗呢 那要真得远晕治疗 既然是缺点的话 那我就看他补点不就行了吗 所以说 这个青春发育期 或者是妊娠期的 这个相对说 生理性甲状腺 那么 可以什么呀 可以让病人呢 这个多吃一些 含有点的一些 什么呀 蔬菜呀 水果啦 比如海带呀 紫菜 是不是啊 另外加点食盐 加点食盐 那么20岁以内的年轻人的弥漫性甲状腺 可以给他小剂量甲状腺素 小剂量甲状腺素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医治什么呀 呃 腺垂体粗甲状腺素的分泌 来缓解他这个什么甲状腫的这种症状啊 那么甲状腫的有两种 一个是弥漫性的 一个是节节性的 这个是弥漫性的 弥漫性就是他双侧甲状腺素 两侧要好均匀的增大了 那么如果是节节性的话 就是一侧有节节的 这两种情况呢 弥漫性的一般没有 恶变可能也非常小 而节节性的 和有一定的恶变的可能性啊 手术指针 单纯性的甲状腺素啊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我们要考虑手术治疗 比如说 压迫器官食管 就是有了严重的压迫症状的 第二个胸骨后代 为胸骨后代 我们知道胸骨在前面他挡住了 他没法向前面生长发展 他就向胸腔里面 那么又会压迫胸腔里面的这个器官啊 产生严重的病化症 第三个是巨大的甲状腺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病人啊 就是那么大了 他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生活了 是不是 第四种情况说 节节性甲状腺素 气发有这个甲状腺功能抗进 单纯性甲状腺素一般没有甲状腺功能抗进的表现啊 不变化这个 但是如果他要气发变化这个甲状腺素的话 那都必须得考虑手术知道了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恶变 可以恶变的 可以恶变的 这种情况大家会做到有影像就可以了 怎么进来 压迫胸骨陷体大 气发甲康恶变了 两句话啊 总结 甲康的外科治疗啊 甲康的外科治疗 这个 在外科上呢 我们把它分为三类 原发性 气发性 高功能限流 要注意他们之间的区别啊 原发性甲康是发病率是最高的 是最常见的 好发于中年女性 20到40岁的女性 又叫做突然性的甲康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主要特征是眼球突出 甲状腺素弥漫性的对持续性的增大 眼球突出 而气发性加康呢 比较少见 耗发于中年以上的女性 称节节性的 节节性的 他这个甲康限流末端是有单个的 单个的 反正多个的节节啊 这个没有眼球突出 但是有心肌损害 激发性的 有心肌损害 那么高功能限流呢 这个更少见了 什么叫高功能限流啊 高功能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分别甲康限激素的功能呢 是非常高的 分别甲康限激素啊 这个功能非常高 能分别大量的甲康限激素 限流一般是单个的 就是他在一个甲康限期里面 还有单个的或者多个的 自主性的高功能限量 什么叫自主 就是说他这个分别甲康限激素啊 是不受机体的调节的 不受机体影响 他自己他分别他了 你管不了他 你谁管他 天管老子还是管不了他的 这个叫高功能限流 这种病呢 非常非常少啊 没有眼球突出啊 那么一旦出现的激发性甲康高功能限流 必须得什么呀 考虑手术治疗 中斗以上的原发性甲康也要考虑手术治疗了 这是什么呢 对 原发性甲康 不是甲康啊 突然啊 突然 突然眼球突出 眼球突出 表现为什么特点啊 眼泪争宽 眼球突出 目光熊熊有声 默默寒情 不是默默寒情啊 是熊熊有声啊 熊女有声啊 看着眼睛很盯着就这样 眼睛盯着你看 眼睛盯着你看 是不是啊 啊 还要对你有意思的 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原发性甲康的一个特征 然后呢 他这个眼泪增宽之后 晚上这个病人睡觉说啊 眼睛能不能合同在一起啊 不能合同在一起 所以说晚上睡觉要戴着眼罩啊 不然的话会出现什么呢 会出现这个脚毛哈 长期暴露在外 就出现溃疡什么的啊 啊 甲康的表现做成我们补充啊 一些知识点 就是咱们那个辅导教材里面没有的啊 我们补充一点 呃 首先为性侵激躁 激动一怒 凉手产动 多汗 怕热 这个 然后呢 多食消速 有一个特点啊 记住啊 多食消速 都说别人吃力非常多 正常人一般呢 一顿两个馒兔 他得吃五个馒兔 结果呢 吃的越多 反正是越什么呀 身体越速 体重越来越轻 食欲非常高 啊 另外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甲坑病啊 那你这个家庭里面恐怕就什么呀 就是平静不了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一一怒 性侵激躁 激动一怒 你一句话说的不合适 他马上什么呀 把你的桌子给你翻了 把你南水瓶给你扔了 是不是啊 家里面 矿矿矿矿矿矿矿的 经常有打架的这种 这种状态啊 这种状态 所以这就是甲康那个表现特征 另外呢可以出现呢 这个心计卖快 卖压增大 就是心跳加快 啊 脉搏加快 脉搏加快 这种假装性激素的作用啊 可以出现哪分别的紊乱啊 那我们 诊断呢 第一个 诊断依据 基础代谢率 BMR 啊 那么基础代谢率的测定呢 呃 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啊 这就是简单的方法 通过卖率价卖压 减去111 那么正常是正负10% 记得啊 正负10% 啊 如果是正的话 表示假抗 如果负率表示什么呢 大家提个问题哦 如果这个基础代谢率是负率表示什么 哎 自己考虑考虑啊 啊 轻度假抗 他在基础代率是20%到30% 记得啊 前面有个加号 不要搞错了啊 那么中度呢 是30%到60% 中度呢是60%以上 我们看一下啊 正常的是这是正常的 正负10% 那么轻度呢 是20%到30% 中度的呢 是30到60 看见哦 30到60 大约60以上呢 是中度的啊 大约60以上中度的 记得 1236 啊 1236 手机号 第二个诊单的依据什么呢 就是假装向131点的摄取率 测定 那么 131点呢 呃 它这个点呢 它是这个假装向 合成假装向激素的一个原料 所以说假装向线泡啊 它会 如果我们给人体 呃 主射啊 它叫131点的话 那么这个假装向的绿泡啊 会摄取这个什么呀 呃 这个131点 正在合成假装面激素 那么正常的假装向 24小时内摄取率是 30%到40% 这是正常情况 那如果两个小时内 摄取率达到入体总量的25% 24小时达到50% 或者是西书的高峰提前出现时 这三种情况 都 都 出现任何一种情况 可以判断为假抗啊 可以判断为假抗啊 那么第三个诊断的条件是T3T4的测定 假 因为T3T4都是假装向激素啊 其中的T3可以敏感性更高 可以升高到三倍 甚至更高 而T4呢 只能升高到两倍 所以说啊 T3的量虽然还能少 但是它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而且在我们诊断假抗的时候啊 T3的价值要比T4的价值更高了啊 其他的价值 那假抗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外科治疗呢 它是有适应中的啊 我们看一下啊 激发性假抗高功能限量 刚才说了啊 这两种情况是必须在手术 然后呢 原发性假抗必须是中度以上的 中度以上的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激素代余率是多少啊 30%到60% 就30%以上啊 激素代余率在30%以上的啊 啊 那个腺体大有压迫症状 或者是有伴有假抗的 就是有并发症啊 啊 有并发症啊 另外呢 我们通过药物治疗 就是保守治疗效果不好 或者是复发症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外科治疗的 适应中的哈 所有疾病外科治疗的一个共有的特点 记得哈 不管什么疾病 如果我们通过内科的汪汪治疗效果不好 或者反复发作的 那要考虑外科 知道吗 第二个就是呢 所有的疾病 如果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出现了严重病发症 那么也要考虑外科 是不是啊 那这个假抗也是这样 这是共有的啊 再个就是 认识的早中期有上述表现者 早中期一般是指多长时间呢 六个月之内啊 我这黄色字条啊 早中期一般是六个月之内 认识的六个月之内的话 我们仍然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然后呢 过了六个月以后 六个月到分娩之前呢 中间不再手术了 如果要手术 别再分娩之后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多次考过了哦 多次考过了啊 啊 怎么来进呢 中原大压胸骨后 激发高 激发甲抗高功瘤 要点治疗后复发 妊娠早中要切除啊 外科治疗的谨记 什么情况下不能手术治疗 一个是非常年轻的 一个是症状非常轻的 一个是年龄非常轻的 两性啊 年龄非常轻的 症状非常轻的 另外一个都是非常老的 所以说 外科治疗的谨记呢 这也是一个共有的原则 不管什么病 非常年轻的和非常老的 或者是不能乃受手术的 这都是我们的手术谨记 这个呢 是所有外科医生都知道这个大原则啊 那么 甲抗也是这样啊 老年人或者有严重的气质性疾病 不能乃受手术者 那我们要考虑 这是非常年轻的啊 小姐姐是不是 那他这个症状非常轻的话 那都不需要手术了 药治疗就可以啊 大家老是非常老了 年龄非常大了 但是他又耐受不了手术 如果你要做手术的话 风险非常高 是不是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不能考虑手术啊 下面外科治疗的要点 外科治疗记得啊 甲状腺的手术的一个名称是刺全切除术 切多少呢 切90%左右啊 一般是切90% 还有能不能全切呢 不能全切 因为甲状腺我们还要用人体的生长发育 还需要它来 你不能把它全切 还要留下一部分 叫刺全切除啊 刺全切除要保留甲状腺的10%左右 还要保留甲状腾线啊 甲状腾线 那么这是一个要点要记住哦 第二个要点什么呢 熟前的准备 熟前要有充分的准备 它是预防守护甲状腺 微向的一个重要一款啊 那么呃 在手术中呢 要避免损伤到两个神经啊 包括甲状腾线 这是我们后面还要讲的这个说到的啊 胡上神经 胡缓神经和甲状腾线啊 另外手术中呢 要注意彻底止血 要留置乳胶片引流 啊 留置乳胶片引流 因为这个是预防守护出现什么呀 呼吸困难和窒息的一个重要措施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非常重要的 首先准备 首先准备里面呢 有心理准备这是常规 首先的一般检查 像喉筋检查 心脏检查呀 吐睡啊 是不是啊 基础代谢率测定呢 也是常规啊 这是常规 那我们正在说的是什么呢 是药物的准备啊 这个是重点 药物准备 第一个是单纯性的点剂准备 它适合于症状比较轻的 或者是激发性甲抗高功能陷流的病 可以采用什么样 单纯用苦服这个楼格式点液来进行准备 怎么准备呢 呃 准备的方法的时间是比较长 一般是两到三周 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 通过口服楼格式点液 是它的脉率要降下来 降到九十次每分以下 激素代谢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震的百分之二十以下 同时呢 线体缩小变印 血共减少 然后呢 我们才能考虑数数啊 这是它这个 这个 首先准备的目标 要达到这样个目标 你才能考虑数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非常重要的 再强调一遍 脉率低于九十 激素代谢率低于百分之二十 同时的线体缩小变印 血共减少 血共减少 那怎么来准备呢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呃 如果是点液 一般是第一天从三滴开始 一般从三滴开始啊 先扶三滴 一十三次 每次扶三滴 然后逐日增加一滴 比如第一天是三滴 第二天是四滴 第三天是五滴 逐渐增加到十六滴 然后就维持到十六滴 每次扶入十六滴 每天三次 大概扶两到三周啊 使这个病人的心率降大 九十次以下 激素代谢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然后才能考虑手术啊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准备方法呢 就是流氧密定加点击 那么这是第二种数学准备方法 就是先让病人的口服流氧密定 控制症状 甲克能症状 是不是啊 就是心率 激素代谢率 还有这个睡眠良好 体重增加 是不是啊 情绪稳定 通过流氧密定啊 达到这样的目标 然后再服用点击 那么这个时候服用点击目的干什么呢 是线体缩小贬任 血供减少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考虑手术 那么第三个数价准备的方法呢 是用昆南洛尔 就是新的安啊 新的安 这个呢 不作为首选 被选的项目啊 在什么情况下呢 适合于我们用这个流氧密定的药物 效果不好 或者是反映严重则 可以用新的安 就是说他不能用流氧密定的药物吧 啊 像这个啊 比流氧密定片啊 不能使用 我们可以用什么呀 用新的安 啊 那么在这里强调一下重要的考点 甲康内输前病人啊 不能用阿托品 也 如果不手术者 不要用点击 第一个不要用阿托品 第二个 不手术者不要用点击 就是楼格式点液 那有人问了 那楼格式点液 他既然能够这个降低心率 去控制他这个激素带液率 那我不不开刀的病人 我不让他开刀 我得从这个来治疗他 行不行呢 控制的症状 行不行呢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点液 大家要记住哈 他只医治甲状腺激素的释放 但是不医治甲状腺激素的合成 也就是说 我们让楼格式点液的时候哈 病人那个甲状腺激素啊 始终在合成的 但是呢 都储存在他绿泡里面 因为有楼格式点液不能释放 如果你要是不开刀手术 单纯用这个药物来治疗的话 那这个药物停不下来 为什么呀 你一旦停药 这个病人呢 他这个储存在 甲状腺激泡里面 大量的甲状腺激素 随时释放 一旦释放 那么这个病人的病情会突然加重 甚至死掉了 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考 重要的考点 不手术指导 不要用点击啊 守护病发症 考试中的重点中的重点啊 重点中的重点啊 在甲康的手术指导里面啊 包括甲状腺激素指导里面啊 两天之内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这一场原因是 手术切口里面有出血血肿压迫 看这是血肿看什么 血肿压迫后面的气管导致的 就是手术中啊 你没有直血没有彻底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手术之后 伤口里面没有放什么样 乳胶片饮流 放乳胶片饮流啊 那么第二个是猴头水肿 气管塌陷 猴反身筋的损伤 气管筋鸾等等 但是主要的原因 就找一个啊 出血是主要原因啊 怎么预防呢 很简单 不管什么 不管做这个手术做的好了啊 你手术之后 就在伤 都在伤口里面 放上乳胶片饮流 就可以了 就可以预防啊 那么表现就是进行性的 无息困难 烦躁不安 然后窒息 是不是吧 怎么处理 马上 立即剪开伤口的缝合线 敞开伤口清除血种啊 清除血种 必要是起碗切开啊 必要是起碗一个 这是重 中之重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强调一点 就是甲庄腺熟护的病人哈 他的藏边 就是藏头柜上 要常规的 要准备什么呢 这个拆线包 伤口的拆线包啊 常规的准备拆线包 随时准备 一旦有什么呀 有这种 这个 回忆困难窒息 需要我们马上进行什么呀 伤口拆线的吧 这个拆线包的时候 马上都要使用成 所以说这是 一个要点啊 一个要点 拆线中呢 拆线包 要常规准备啊 第二个呢是 侯反身经的损伤 侯反身经的损伤 侯反身经损伤 侯反身经损伤 侯反身经损伤呢 一般有两种 这个方式 第一种就是呢 暂时性的 它可以恢复 经过三到六个月啊 比如说 钱家 钱子不小心给它夹了一下 或者是在操作过程中呢 给它拉了一下 是不是啊 或者是压迫受压了 这个神经的完整性还存在着的 那么这种情况是暂时的 可以恢复 大概需要几个月时间 另一种损伤呢 就是永久性损伤 就是在手术中啊 不小心用手术刀 给它切断了 或者是剪刀 咔嚓咔嚓 给它剪掉 剪断了 那么这种损伤就是永久性损伤 啊 永久性损伤 必须得避免 如果损伤必须得修复 那么如果是一侧损伤 它的表现什么呢 就是声音嘶哑 那么两侧损伤呢 失音或者是呼吸困难 侯反身经啊 侯反身经 这是侯反身经 是一样的 它分为两侧 内支是猴年膜 分配到猴年膜的感觉支 它一旦受损了 表现为饮水枪壳 饮水枪壳 那么外支是运动支 那么它要受损的话 表现为阴调降低 啊 阴调降低 这个如果是这个前加呀 前拉呀压迫呀 那么这个可以自行慢慢的恢复 那如果是切断了 那么就恢复不了 必须在什么呀 修复啊 别的修复 手足处挪 这个呢 是建于什么情况呢 甲状螃蟹 假状螃蟹被误切 或者是血供受影响 或者是损伤引起的 那么一旦出现了 甲状螃蟹被切掉 出现了低概性的手足处挪的话 都出出啊 这样啊 损出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在发作期的时候 立即 马上 静脉逐射葡萄糖三钙 或者是氯化钙 都是给它含钙的液体啊 发作期 那么如果非发作期的话 根据它的病情的轻重 来给它治疗 轻者 苦服葡萄糖三钙 耳术三钙 重者 苦服 微生素第三 家用微生素第三 葡萄糖三钙加微生素第三 促进钙的吸收 那如果是 这个上面的上面的效果不是很好的话 可以再加用 二钦素边固醇 啊 DT10 二钦素边固醇呢 它可以提高血钙啊 降低神经肌肉的隐积性 同时呢 要还有一点要注意哈 重要的考点 限制肉内乳瓶和蛋内食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食品里面含瓶比较高 影响钙的吸收 肉蛋内 来肉蛋乳啊 肉蛋乳 记住啊 三个字 乳蛋乳 乳制品 因为它含瓶高 影响钙的吸收 甲状腺微生 甲状腺微生 这个病发症哈 它主要是与熟前准备不充分有关 就是说 我们这个 在所有的外科数数里面呢 甲状腺的数数啊 数前准备应该是比较长的 它需要两到三周 我们大多数的外科数数前准备 也就是两三天 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一周 它是两三周 为什么要准备这么久的时间呢 那就是要把他的症状得到控制 心率要降到九十以下 技术代价率要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才能数数 如果他的症状没有再到有效的控制的话 那么这个病人呢 他熟悉容易发生这样一个变发症 微向 一说微向的话 那么这两个字哈 就很容易理解 那就是说 那就是很危险了 危险危险 危险的真相 就是 首先准备不充分 如果我们做了熟悉 出现这种变发症 因为甲状腺激素的过量释放 导致爆发性的肾上腺素的兴奋的表现 爆发性的肾上腺素 它这个大量释放性肾上腺素的兴奋 那兴奋 过量兴奋 过度兴奋的表现 一般在熟悟呢 时间是12到36小时内出现 半天到一天半啊 半天到一天半都是 12到36小时内出现了高热 外快 烦躁 沾望 昏迷 呕吐 腹泻 迅速的羞克死亡 死亡率在20%到30% 这是非常高的啊 非常高的 那么怎么治疗呢 治疗的方法有很多啊 这个都不在一个个的讲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了解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病发症啊 它的特点是预防肿余治疗 你要等着它发病了 发生了再去治疗 往往为时意外 所以说重点是在预防上 重点是预防上 当然临床上这种情况是非常少 非常少的啊 甲状腺的功能低下 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话 那是因为什么呀 甲状腺组织切除过多 我们要求切的是80到90是吧 8910嘛 80%到90% 那如果你切了98%的话 那剩下的甲状腺组织呢 它分辨的甲状腺激素 它不能够满足气体的需要 那肯定是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 那表现为什么呢 粘液性的随移肿 组织非止傲性的随症 POPI组织是非止傲性的随症 第二个就是慢性率 体温低 然后基督体越来越低 啊 动作缓慢 智力发 智力发育啊 比较吃饭 就智力低下啊 智力低下 性侵淡膜 对什么东西没有心绪啊 对什么没有心绪 就有点像那个EU症那种 那种表现造成 但是呢 卖它的原来是甲康是快的 现在都变成慢了啊 像卖 卖过增快的时候 现在变成卖过比较慢 基础的AP降低 体温降低 那怎么治疗呢 那就是给别人补甲状腺激素 因为它缺了 因为这个缺甲状腺激素 那你就给它补嘛 那就给它补嘛 甲状腺的炎症 激性化弄性甲状腺炎 激性化弄性甲状腺炎 激性甲状腺炎症 一般植病菌 都是体表的 常见植病菌 金脯菌炼球菌 表现的都比较简单啊 肿胀 局部表现肿胀疼 可以压迫气管出现呼吸困难 因为在这个颈部 压迫困难 压迫这个气管出现呼吸困难 然后发热 呃全身呢也可以出现什么呀 全身出现这个肝人中毒的表现 高热寒战的是不是 乏力啊 这样一些表现 如果有这个大量的甲状腺的 绿泡坏死 浓肿形成的话 可以出现甲减 就是这是个特点 化能性甲状腺炎可以出现甲减 因为绿泡坏死了 我们该怎么治疗呢 呃 跟一般化能性肝人的治疗原则是一样的 全身使用抗生素 呃早期浓虎晚期热腹 一旦形成浓肿 我们必须要尽早的切开饮料 这都是常规啊 这都是常规 跟其他的化能性感染是一样 第二个 第二基性脑 非化能性甲状腺炎 第二基性脑 非化能性啊 非化能性 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 上感病史 发病前有上感的病史 或者是流性衰现炎 主要说它这个感染是病毒啊 不是细菌 刚才那个是细菌 化能性的这个是病毒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是甲状腺的肿脏 肿大伴有疼痛 诶 这是它的特点 我们一般的甲状腺肿是没有疼痛的 那么在甲状腺疾病里面啊 只有这个病史 甲状腺肿大伴有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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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要和化能性甲状腺肿大伴的比较 化能性甲状腺肿大伴呢 它的细菌呢 是 它是细菌 是筋部菌炼酒菌 它可以出现在甲减 组织绿胖坏死 这个呢一般 预护呢 没有甲状腺肿大伴的减退啊 那么诊断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上感病史 第二个分离现象 什么叫分离现象 那就是说 这个T3T4非常高 而 就是T3T4是 啊 甚至非常高 但是呢131点的摄取率是下降 为什么下降啊 因为部分的粒泡被泡泡引起的 啊 所以说这个叫做分离现象 T3T4高 而131点的摄取率下降 这叫分离现象 第三个特征 波尼松治疗是有效的 但是一般的抗生素 治疗是无效的 啊 人家荣的 这个荣青梅松 有头包 那是无效的啊 是无效的 所以说有这样的三个特征 几多好 第一个上感病史 第二个分离现象 第三个实际上还有个什么样 甲状腺肿大有半疼痛啊 在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甲状腺疾病里面呢 就这个病呢是甲状腺的肿大但有疼痛 还有啊 但是还有个化能性甲状腺炎啊 第四个特征是波尼松治疗是有效的 一般抗生素只要是无效的啊 是无效的啊 如果是复发的呢 可以用甲状腺疏病治疗啊 第三个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它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呀 乔本氏甲状腺炎 慢磷 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那么这个病呢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甲状腺炎合并甲状腺炎的最常见原因 甲状腺炎呢 是甲状腺合并甲状腺炎 而这个呢 乔本氏甲状腺炎呢 是甲状腺炎合并甲状腺炎啊 合并甲状腺炎 一个是甲状腺炎 但是都有甲状腺炎 啊 为什么被甲状腺炎呢 因为大量的甲状腺炎被破坏 然后呢被淋巴细胞酱细胞浸润 形成了淋巴绿胞生化中心啊 生化中心啊 是它这个特点 那么它的病因呢 一般认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所以说抗甲状腺求蛋白抗体养性啊 都可以检测出来抗甲状腺的求蛋白抗体 表现为甲状腺的肿大弥漫性的对质性的肿大 质刃有什么呀 甲状腺的表现 百分之五十左右的病人都有甲状腺的表现 那么诊断呢 我们根据什么诊断呢 一个是甲状腺的肿大 另外一个呢 甲状腺的这个激素代谢率和甲状腺的131点色取率是降低的啊 降低的 甲状腺吗 病人呢 可以出现什么呀 甲状腺的病种秋蛋白升高 血清氢蛋白降低 就白蛋白降低 而是秋蛋白升高 真心细胞血液减 切去活减 可以确诊 可以确诊 这个病呢 因为它有甲减 所以能不能开刀呢 记住好 经济手术 你手术之所以加重甲减 所以说 智能用什么呀 它既然有甲状腺激素 这个甲减 那我就给它补 甲状腺激素 长期治疗 啊 治疗方法就一个 甲状腺激素的长期治疗啊 慢性 纤维性 甲状腺激素 这个病的发病率非常低啊 纤维性 纤维性 什么叫纤维性 就是说啊 它这个绿泡啊 走进来慢慢的纤维化 一旦纤维化了之后啊 这个绿泡是失去了它的功能 然后呢 可能 变成 所有的组织 只要纤维化 变成铁样的坚硬 铁样的坚硬啊 就这个组织不是很韧的 也不是很软的啊 表现为假装性 不得挺成的 质地 纤维化之后 铁样坚硬 组织粘连 如果粘连波及到红反肾经 可以出现什么呀 声音丝雅 甚至呼吸困难 吞眼困难 可以做细胞学 正极细胞学检查确诊 呃这个呢 治疗的效果一般都不太好啊 一般都不太好 因为假装腺一旦纤维化之后 不管是手术还是保护治疗效果都不很好啊 这个病毒化病率非常低 记住一个特点啊 铁样坚硬 那就是纤维性假装腺炎的一个特征啊 假装腺炎小结啊 这个表是重点 这个表是重点 啊 现在看几个题 假装腺出现假装腺危向内高危时间 那这就死基因备了 假装腺加着假装腺危向内 一般是因为属前准备不充分 属后耗发在什么时间呢 12到30都是半天到一天半 半天到一天半啊 半天到一天半 都是12到36小时啊 这个要死基因备了 那么如果是出现 手术出现呼吸困难呢 一般是48小时 就是呃 第一个炎症病发症出现了呼吸困难和止息 因为初学血肿压迫引起的 那么这个一般是 手术48小时 两天之内 如果是这个 假装腺炎被切除而引起的 四肢 手术出脓的话 那么一般是手术三天 两天三天 半天到一天半 这个时间是最短的啊 假装腺危险时间最短的 半天到一天半 呼吸困难是两天 手术出脓的是三天啊 假康病人在假装腺大部切除处出现呼吸困难 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呀 呼吸困难这场原因 那肯定是哪天啊 伤口内出血和喉头水肿啊 喉头水肿啊 其他原因都不是主要原因的 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 女性 妊娠五个月 合并假装腺 假装腺较大 有轻度的压迫症状 治疗以选择 这个 她是妊娠五个月 五个月属于早 早中期 我们在前面说过 六个月之内属于早中期的 而且有压迫症状 有压迫症状 意味着她具有什么呢 具有这个手术指振了 所以说可以考虑什么呀 这个抗假装腺药物治疗 这是保守治疗 不作为首权 首数切除达不能假装腺 应该是选择C 因为她还属于什么呀 早中期的 就是六个月之内 六个月之内 我们要考虑手术 而且又举用手术指振啊 这是她的外科治疗的适应证 啊 符合慢性淋巴细胞性 慢性淋巴细胞性 假装腺炎诊诊断的是 那慢灵 慢磅假装腺炎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 我们说的侨本身假装腺炎 就是假装腺炎 脏胺炎 脏胺炎 我们看看 家装脏胺炎 钼 apologise 貴速代谢率 第一三 problematic 摄取率什么呀 都低的 应该是哪一个呢 激素代谢率低 131点的色距离低 所以说应该是正确 答案应该是1 对答案应该是1 也就是这样 慢性淋漓血本贾专业 又叫做乔本式甲状腺炎 它的特点就是什么样 甲状腺肿大半甲低 甲状腺肿大半甲低 甲状腺腺炎切除熟户 发生枪壳说明什么 我们知道发生枪壳的话 那肯定是支配咽喉部的年 奇怪咽喉部的年膜 的什么样 侯上身经的内质损伤 外质损伤是身调降低 我们看哪一个是那边 侯上身经的内质损伤 侯上身经内质损伤 所以这个必须得 是知识性考题 我们必须得记住的 男性34岁 因甲状腺的肿大心手术治疗 术中病例为慢性淋巴细胞性 甲状腺炎如何处理 慢性淋巴细胞性 甲状腺炎 我们知道慢性淋巴细胞性 甲状腺炎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样 就是甲状腺肿大半甲减 那么甲减的话 能不能开刀手术呢 是进步的手术的 因为你手术一切除的话 它本来是甲减 你再一切除 那么它会加重了 它的甲减症状 所以说应该是 它本来是在手术中啊 应该立即停止手术 缝合伤口 然后呢 缝合伤口 输入给予什么呀 甲状腺素治疗 因为它这个治疗需要是甲状腺 弥补甲状腺激素的 所以应该是 停止手术 缝合伤口 然后呢 继续给予甲状腺素治疗 因为它是甲低嘛 甲状腺激素少嘛 引起的 甲状腺损伤后 治疗手术出膜 这一快收 手术出膜 这一快收有效的方法 这一快收有效方法 就是立即 马上进买 注射什么呀 葡萄汤三钙 或者是绿滑钙 这一快速方法 那就是立即进买 注射葡萄汤三钙 或者是绿滑钙 双侧后反身筋损伤 那么我们在前面说过 如果是单侧后反身筋损伤 是身筋刺压 双侧后反身筋损伤 什么呀 就是身筋刺压是单侧的 这个是单侧的 那么双侧的是什么呀 是窒息 双侧的是窒息 应该是选择这个 双侧的窒息 那么假装一下 微向出现的是高热 麦快 战望 很快的休克生死亡 所以说呀 这个应该选择什么呀 将下微向应该是选择E 双侧后反身筋损伤 应该选择B 应该选择B了 依侧后反身筋损伤是 什么呀 声音思雅 这个应该选择C 声音思雅 那么气管损伤呢 那肯定是什么呀 卡血了 气管里面它卡血 所以说应该是 显得A 气管损伤写A 侯上 侯上身心损伤呢 音调降低 尤其是外支 内支是饮水枪壳 外支是音调降低 所以这个应该选择D 应该选择D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题呢 要把常见的几个 甲脏腺手术的手术 并发中要重点掌握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这是历年考树的重点中的重点 甲状腺肿瘤 甲状腺肿瘤呢 这个这是所有的外科专业都要考虑两个 一个是甲状腺腺瘤 一个是甲状腺癌 重点是甲状腺癌 甲状腺腺瘤 它是甲状腺癌的一个 两性肿瘤 好发于40岁以下的女性 一般是单发 有完整的包膜 伸张非常缓慢 因为它有个良性肿瘤 伸张缓慢嘛 可以因为囊类出血 迅速的增大 但有这个胀痛 可并发有这个甲抗 有一定的恶贬率 所有的腺瘤啊 都有一定的恶贬率 不过恶贬率呢 高低不一样而已 比如乳腺腺腺 才有恶贬率的可能性 是不是 只有1%左右 这个呢是 简单线状腺癌 大约是10%左右 因为囊类出血 迅速增大 但是呢 迅速增大的肿瘤 不一定是恶性 这个要弄清楚 迅速增大的肿瘤 不一定是恶性 治疗 如果是比较小的腺瘤 直接切除都可以了 包括周围一部分 正常的正常组织 如果是比较大的 做一侧腺体切除 如果是小的 单纯的限度切除 如果是比较大的 预测限度切除 手中的要做冰冻气泛检查 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的病理内心 它有四个内心 那么最常见的是哪个内心呢 乳涂脏腺癌 最常见的是乳涂脏腺癌 大约占了百分之六十 那个乳涂脏腺癌呢 一般是属于什么呀 属于这个中度恶性的 预护还是比较好的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恶性度最高的是 胃分化癌 胃分化癌 这个是重点要记住的 胃分化癌呢 所有的低分化癌 胃分化癌 小细胞癌 记住的话 都属于高度恶性中度 一旦确诊的话 它就没有手术的机会了 这能考虑什么呀 防化療啊 它对防化癌比较敏感 分化比较差啊 分化比较差 一旦确诊 没有手术机会啊 那么第三个 我们要重点要记住的呢 就是考 重要的内容呢 就是一个随氧癌啊 随氧癌 那随氧癌呢 它有什么特点呢 那就是 它是低分化肿瘤 恶性成为中度恶性啊 低分化肿瘤 起源于利域抛旁细胞 起源于利埔抛旁细胞 能够分泌降概肿和五强色胺 记住的话 能够分泌两个 还有内分泌作用 它特殊度突出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其他的整个细胞没有 它有这样的功能 有个特殊的功能 就是能够分泌降概肿和五强色胺 降概肿五强色胺 出现了内癌增合症的表现 什么样的表现呢 比如说什么 这个面色潮红啊 这个四肢 手颤堵啊 多汗啊 是不是 这个紧张啊 心跳加快啊 这样的表现啊 这样的表现 五强色胺 这是细胞癌的 它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具有内分泌样作用 这个是在甲状腺癌里面 最容易出的一个考点啊 那么绿胞胞腺癌呢 它这个在发病率里面 占第二位 中度恶性啊 中度恶性 这个倒没什么其他特点 那么要考虑的话 一般都是这三种内心是重点 乳涂腺癌发病率是最高的 恶性程度相对低一点 随痰癌有内分泌作用 能够分泌 酱概素和这个五强色胺 胃风化癌的恶性度最高 恶性度最高 一旦确诊 没有手术机废啊 甲状腺癌的表现 跟其他种族水一样 初期最早啊 一般没有症状 没有特性的症状 最早发现的就是一个肿块啊 支印不平的一个节节啊 一个节节 生长比较快 这个如果随于腾炎活动度而降低的话 多提示是胃风化癌啊 就说随腾炎活动这样 所以腾炎活动呢 他要是活动度 哎 他活动度呢 这个不再不高 反而低的话 多提示胃风化癌 属于高度恶性啊 晚期会出现压迫症呢 压迫了什么走织器官呢 都出现相应的走织器官 手压的表现 活板神经手压 神经四压 气管手压 活移困难 食管手压 推念困难 脚感神经手压 那出现的 喝那是综合症 是不是啊 然后晚期是转移的诊断 啊 这都是常规 那么 这个诊断里面 我们 儿童的一个有病史啊 儿童一般有加重症节节的 50%的病 有恶性的可能啊 啊 如果是年轻男性的 有单发节节 生长速度比较快的 也要紧急恶性 这是病史啊 第二个的体检 啊 体检 多节节良性 啊 一般来说哈 颈部假装下 如果摸到多个节节的话 那么良性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是单个节节啊 制定不平的单个节节 那么这个恶性的可能性最大 所以它有个特点什么呢 怕男不怕你 都是男性的发明率高于你心 怕小不怕老 怕小不怕老 小孩的啊 儿童的 看到没有 儿童的节节啊 50%的恶性 都是怕小不怕老 怕少不怕多 小孩 怕少 怕少不怕多 都是单个节节 恶性都高于多个节节 啊 有这样的特征 有这样特征 复作检查 呃 B超检查呢 一般是用来鉴别这个假装下节节里面呢 是囊性的 还是实质性的 以及有局部啊 局部棄认 但是它对这个鉴别这个总块的良好性呢 价值不高 另外一个呢 放射线 131点的扫描 它是99M这个M多的哈 它这个扫描 了解节节有无功能 这个时候呢 就要了解节节有无功能了啊 那个我们用这个131点的放射扫描的话呢 它这个节节有这样的集中内心 呃 从上到下啊 冷节节 凉节节 温节节 热节节 冷节节 提示这个节节是无功能的啊 那么假装下癌作为冷节节 尤其是实性的内节节 警惕恶性啊 记得实性的内节节 不是囊性的实性的内节节 也说癌呢 一般是冷节节 凉节节呢是交正常的功能稍微低一点的 温节节是正常的 温是正常的 温是正常的 那么热节节呢是功能扛进的 都是从上到下 功能足见增强的啊 冷凉温热 我们要确诊的话 细律穿刺细胞就会检查啊 准确率在80% 细律穿刺细胞就会检查 另外一个呢 也可以在手术中的冰冻气质检查 治疗 假装腺癌 呃 他这个手术切除啊 呃 一个是乳头上下癌 一个绿胞上下癌 这两种癌一旦确诊的话 我们都首先考虑手术治疗 治疗的切除的原则什么呢 同侧腺体全切 侠腺部全切 对侧腺体大部切除 这是原则啊 这个同侧和侠部全切 对侧是大部切除 呃 如果有淋巴结转 要淋巴结要切掉 这是常规 是不是啊 常规 呃 然后切掉以后呢 甲状腺的全切和次全切的 数之后 终身服用甲状腺素片 终身够甲状腺素片 因为您看缺掉之后 它剩下的甲状腺素素 走得太少了 不能够这个弥补甲状腺 激素对击 集体的激素甲 简单激素的需要 是不是啊 啊 那么谁样的也是手术治疗 一旦确诊啊 胃分发癌 重点是这个呢 胃分发癌呢 属于高度恶心 一旦确诊的话 外照射治疗啊 外照射治疗 不能手术 啊 甲状腺素片这一个处理原则 这个是普外考虑 多发节节是 两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有功能正常 我还减退者 用甲状腺素片 你只要尤其是甲状腺素片 减退者啊 如果怀疑恶变的手术者 单发节节呢 如果是囊性的单发节节 那可能是两性的多一点 直接单纯切除就可以了 实性的单发节节 那么恶性可能性最大 所以说呢 距离节节一个厘米外的组织要切除 要包括正常一部分正常组织 快速的做冰冻戒板检查 恶性的按甲状腺素片处理就可以了 甲状腾线功能抗进 甲状腾线的变形和分类 它有两种类型 一个是激发性的 一个是原发性的 激发性的呢 它可以激发于 比如说胜功能不全 微生素低 缺乏呀 妊娠啊 哺乳啊 等等 导致的钙离子丢失过多 最终导致血钙仍然低 虽然钙多呢 它能够刺激什么呀 这个甲状腾线技术分泌 那最终还是血钙低 所以说呢 甲状腾线功能抗进来 因为甲状腾线技术的作用就是什么呀 高钙低磷 高钙低磷 那甲状腾线技术 这个在这个激发性里面呢 记住啊 有个特点 因为它施钙多 虽然甲状腾线技术分泌过多 刺激这个 这个促进钙离子呀 油力改成多 但是呢 仍然是血钙降低 而原发性的呢 甲庞抗 它有什么原因 有哪些原因呢 比如说线流 单发的线流 多发的线流 其中单发线流是最多的 另外呢 增生 还有癌 这个癌呢 占的比重非常少了 它没有什么特点 那个共有的特点 就是血钙持续增高 血钙持续增高 好了 这两个要注意区别 这是重点 注意区别 就是激发性甲庞抗 它的血钙是低的 原发性甲庞抗 血钙是高的 这是个重要的考点 考生很容易在这方面出错了啊 那么原发性甲庞抗的表现呢 浩发于25到65岁 就是青壮年人女 挺多见一点啊 它有三种类型 肾形 骨形的 肾骨形 肾骨形的 肾形的就表现为什么呀 蜜鸟系结石 这个是最多见 肾形的啊 主要是鸟鲁结石 骨形的呢 变成为什么呀 脱钙 骨骼脱钙 骨质疏松 骨头一边是骨质疏松 肾形的是结石 骨形的呢 是骨质疏松 那么肾骨形的呢 而指的特点都有啊 血钙超3.0 血淋降 血淋高 血淋低 肾骨形的都是钙高 淋低 鸟盖多啊 一句话 肾骨形的 钙高 淋低 鸟盖多啊 这是原发性 甲胖抗的临床表现 这是肾 肾脏里面 多发结石 肾形的 骨形的呢 骨质疏松 这是骨质疏松 看到骨质疏松啊 因为脱钙 骨质疏松嘛 甲胖抗的诊断 诊断呢 主要的诊断是测什么呀 就是甲状膨胭激素质啊 定位诊断 通过影像学啊 通过影像学 治疗原则 如果是瘤 不管是单发 或多发的瘤引起的 就是甲状膨胭线 限流引起的 手术切除 如果是增生 甲状膨胭 增生引起的 切除 不是全切啊 切除3.5个到3 或者是3个 剩余的甲状膨胭 走出呢 要能够维持它的功能 你不能全切 甲状膨胭 增生的啊 不能全切 如果瘤的话 可以手术切除啊 不是单 不管是单发的 多发的瘤 甲状腺未分化癌 首选的治疗方法 我们说甲状腺未分化癌的话 一旦确诊度到了晚期了 没有手术机会了 应该考虑什么呀 防射治疗啊 防射治疗 42C女性 发现甲状腺肿瘤 一株 发现这个 肿物 肢地比较硬 同色淋巴结 肿达 我们看啊 女性 甲状腺上的肿 那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了哈 然后呢 肢地比较硬 甲状腺有硬的话 那一般考虑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呀 那肯定是恶性的了 而且还有淋巴结肿大 那就是甲状腺癌的 哎这是关键词啊 我们做这个提议要看关键词 让我看是哪个内心的呢 患者有腐蝎啊 心肌 面色 潮红的症状 那么在甲状腺癌的有四个内心里面 只有一个内心是什么呀 有内分泌作用 能够分泌什么呀 这个降概素和五腔酸癌 五腔酸癌那边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脸色 潮红 心肌和腐蝎 什么事 那就是 碎氧癌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哪个呢 是甲状腺的碎氧癌 具有内分泌作用 所以这是历年考试 这个最终考虑在甲状腺里面 是大家要注意掌握的内容 6G儿童发现 B超发甲状腺右侧 有1.2厘米的实性结节 1.2厘米 五包膜 儿童 儿童 结节 单个结节 紧珠 胃碳肌肿大 淋巴结 胃碳淋巴结 儿童 单个淋巴结 那我们应该考虑什么呢 应该考虑 因为儿童 刚说了 儿童这个淋巴结 这个儿童甲状腺里面的结节 尤其是单个结节 那么它的恶性动物 可能性相对要高一点 所以说应该考虑什么呢 手术治疗 应该考虑手术治疗 都要考虑手术切除 作并解 手术切除加并解 假装下癌的长肩并领内心 不包括 它有乳童脏 线癌 绿胖脏 线癌 未封化 线癌 没有这个灵癌 这个的死机 隐蔽就可以了 假装旁限 公门扛进 表现描述错误的 假装旁限 公门扛进 这个激发性的血盖降低 远发性的什么呀 血盖 下身高 血淋降低 明尿是结石 骨骼脱钙 肾囊 肾囊 血淋降低 这个应该选哪一个呢 肾囊 肾囊 不是它的表现 它可以出现呢 这个血盖降低 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呀 它这个是一个干扰 要注意啊 容易出出来干扰 像啊 激发性的是降低的 然后呢 远发性是升高的 所以这个提出的 还是有一点 不是很严谨 很严谨 肾囊 肾囊 不是它的一个表现 女性32岁 体肩发现右侧 甲状线直径 1.2厘米的 孤离节节 紧步淋巴节 也无肿大 无自觉症状 无自觉的症状 先节节切除啊 单个的 孤立的节节 先节节切除 没有症状 手中切片检查 假装腺乳涂障碍 部分为绿胞胀线癌 包膜未侵犯 该患者手术方案是 哦 这个 乳涂障碍癌的 发病率最高 低度恶性 绿胞胀线 中度恶性 他们一旦发现了 而且它又没有侵犯包膜 所以什么样 这个 属于早中期的 早期的 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那么手术治疗的方案呢 就是呢 它是 右侧甲状线 右侧 那么 右侧甲状线切除 辖部全切 右侧和辖部全切 左侧次全切 左侧次全切 这是我们的常规手术方案 所以这个常规手术方案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收获一年半 患者又紧不出现一种大零八截 直径于1.3个厘米 应采取的措施是 收获了 它又出现一个 一个种大零八截 1.3厘米 那么应该什么呀 这个尽快做零八截的切除 同时探查 其他零八截又没有种大 切了以后要尽快做什么呀 并检啊 这是我们正确的处理方法啊 这样是方法 甲状线高功能线流 好 甲状线高功能线流 那我们看一下 换侧甲状线级 瑕布全切 加对侧次全切 那么这个是 甲状线乳突胺癌 五零八截转移的 它的什么呀 它的手术方法 所以这个应该是选择 甲状线乳突胺癌 五零八截转移 这个应该是 甲状线的局部切除 甲状线局部切除 那这个呢 只能做什么 适合于晚期的甲状线来啊 晚期的 有转移的 有转移的 甲状线未分化 甲状线未分化呢 只能做放射治疗 所以这个 高功能线流 甲状线高功能线流 我们看一下 甲状线高功能线流 必须得做什么呀 甲状线的局部切除 高功能线流 光把那个流切除都可以了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选择B 高功能线流 因为它是个 高功能线流属于甲状的一种类型嘛 它是良性的 不需要做全切 所以甲状线局部切除 甲状线未分化癌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 未分化癌一旦确诊的话 那都属于高度恶性 已经转移 没有手术机会了 只能做什么呀 放射治疗 这个应该选择第一 甲状线乳图脏线 508节转移的 那我们可以选择 这是常规的手术方案 常规的手术方案 就是 下部切除加地侧次全切除 绿胖脏线半由肺部转移的 绿胖脏线半由肺部转移的 那么这个只能做什么呀 甲状线的全切加放射性点的治疗 因为它已经有转移了 所以要做放射性点的治疗 这个要做 现在一 这是甲状线的 它几个肿瘤的 几个内型的 它的治疗总结 总结 这个也是历年考试这个重点 女性46岁 因全身骨密度降低 多发现肾结石 化验血盖升高而就准 初步诊断 骨密度降低骨头脱钙 然后呢 血盖又升高 那只有什么呀 那么影响 血盖升高的时候 假装螃蟹功能抗进 所以说呢 应该考虑什么呀 假装螃蟹功能抗进 假装螃蟹功能抗进 女性36岁 发现锦前种物一个月 锦衣株种物增长较快 锦前种物一个月啊 无声思 无声思说明什么呀 声明他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迷走神经树侵犯 生长焦快 有可能是恶心理了 右侧甲胺腺中部 触及3成3个厘米的种物 吞烟上下活动 中本度硬 周围未触及 种大淋巴结 未触及种大淋巴结 说明还算是比较早的 没有转移到淋巴结 实性种物 其实有可能是 假断想癌 扫描冷结结 进一步证明有可能是假断想癌 熟中应该如何处理 因为根据他提供的信息 虽然没有 一个是生长速度较快 这是一个 这是个实性种物 第三个冷结结 这些提示有可能是癌 恶性的 但是呢 又未触及淋巴结种大 无声音思雅 说明周围组织没有谁侵犯 淋巴结没有侵犯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处理呢 它的常规处理 应该假装线什么样 次全切 然后呢 根据要做病检 快速的做病检 根据病检 结果再决定手术方法 应该是先做次全切 先不要做全切 然后呢 做冷冻后再决定手术方法 如果我们冷冻之后 病理检的结果确定是一个 什么样是一个 这个甲状腺癌的话 那我们再按照 甲状腺癌来处理就可以了 啊 本部分的人们讲到这里 感谢邻居